Hello 大家好 我是Frizia 今次這段影片就是想跟大家分享50件關於我的事 即是一段50 facts about me 我知道這段影片其實有很多很多人都有拍過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關於我自己的50件小事 讓各位觀眾可以更加立體地去認識到我這個人 我不想這段影片拉得那麼長 所以我們就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了 我最近在這幾段影片開始會加入一個個人的簡介在前面 就是跟大家介紹我的名字叫做Frizia 其實各位觀眾看到我都可以叫我Frizia 但Frizia其實不是我真實的英文名 我在學校或者面對朋友的時候 他們都會叫我其他的英文名 因為我在網絡上我就想用一個 跟自己現實生活中不一樣的名字 我本身真實的英文名其實都是極少見的 我沒有見過別人跟我的英文名是一樣的 我就思考了一段時間究竟我用什麼名字 我最後就選了Frizia Frizia就是小瘡蘭的意思 是一個我都蠻喜歡的花的名字 第二就是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就是 我是2001年7月6日出生的 我是一個標準的00後 也是一個巨蟹座的女生 第三個Factor就是我天生是一個吃不肥的體質 我的體質是遺傳自我的爸爸 我爸爸也是從小到大從來沒有胖過 就是無論吃多少東西 他也是保持著一個相對瘦的體重 所以很多人經常看到我 就會問是不是吃東西吃得太少 還是怎樣 但其實我吃的一點都不少 我是正常的吃 只不過是純粹我自己天生是比較瘦的 我的體重呢 我最近沒有很準確地磅過了 但是我的體重呢 是約50至53之間 我的身高呢 就是175cm 在香港的女生來說 是相當相當高的一個身高 其實我曾經呢 也是非常之討厭自己的這個身高 因為幼瘦大呢 跟其他的同性站在一起的時候 被人當是一個量高的100呎 那些人會站在我旁邊 然後就會說 哇你很高啊 然後呢 就會站在我旁邊 然後就在量高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又會站在我旁邊 量高 看看自己有沒有高 然後又或者呢 經常都是很多的同性的群 就算是男生也好 都是大家站在一起的時候 都是永遠都會突出身高的 所以我曾經 以前小學或者中學的時候 我是很不喜歡這個身高 甚至是有想過有沒有辦法 可以令自己矮一點 但是去過我現在長大了之後 我終於明白 其實有這個身高 是多麼可貴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身高其實是給了我 都不少的好處的 還有這個身高始終是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後來我都已經慢慢接受了我這個身高了 第六就是我從小到大 都是一個超級早歲早起的人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都會看到我起床的時間 是約5點多 6點 7點 其實我自己是真的從小到大訓練回來的 這件事 因為我小時候家裡比較嚴格 對於我的睡眠 我家人以前小學的時候 是要求我8點鐘睡覺的 這個是一直維持到我從有記憶 去到我的小學 我整個小學period都是8點鐘睡覺 然後6點半起床 所以我每一天都有一個超級充足的睡眠 而我的睡眠質素其實都不錯 因為我都是屬於那些 一睡了下床就會很容易睡著 而且睡著了都可以一覺睡天亮的人 早歲早起這個 就是真的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習慣而來的 所以就變相我是一個超級捱不到東西的人 就是我可以接受到我很早起床 但是基本上我去到11、12點之後 我就開始沒有碰了 下一個就是我是一個情緒相當穩定的人 我是從小到大都是極少哭 也都沒有什麼會發脾氣的那些情緒 就是我是一個不容易生氣 也都不容易哭的一個人 就是我的情緒基本上長期都好像保持著現在的狀態 就是就算我是那段時間可能不開心 或者是有些不如意的事 我也不會表現出來 就是可能對身邊的人態度很差 或者是發脾氣 或者是亂說話 所以第八就是衍生到跟剛才情緒穩定有關的 就是我是極少跟家人和朋友吵架的 基本上我是從來沒試過跟朋友真的吵架 基本上我跟朋友是 不是說我們大家有不爽的地方就不說那種 我根本是很少會對我的朋友 或者對我家人會覺得有些不爽的地方 所以我是不太會跟他們吵架 如果我發現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都會盡量去聽對方說 去了解他的立場 以及進行一個理性的溝通 所以反過來我是超級不擅長去處理一些要跟人吵架的情境 第九就是我是一個不是太喜歡群體社交的人 就是如果你說一大群朋友出去玩 就是可能出去喝東西 或者出去玩一些團體活動 其實我會很快沒有我的社交電源 就是我會很快沒有電 然後我就要回家幾天 所以大部分時間我通常玩都會約一些朋友 可能單獨約或者一兩個 然後出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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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是不太可以一個星期這樣連續不停出街的人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窄的人 我是喜歡留在家自己一個 所以如果我是要一個星期不停去面對一些 即使很熟悉也好 我都會覺得精神上是有點累的 所以我通常我約我的朋友的朋友 可能是今個星期才約A朋友 然後下個星期約B朋友 然後下個星期約C朋友 我以前小時候因為很怕受傷 所以我以前是很不喜歡做運動的 因為我這樣的身高 所以其實以前也會有很多球女 譬如排球、籃球那些 都會想嘗試叫我進去玩 但其實我也是不OK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輪早容易不小心弄傷的人 但同時我是極度害怕受傷的人 所以基本上上一次我跌了腳 跌到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更新的時候 其實那次也是我從小到大受過一個比較嚴重的傷 所以這就是我不喜歡做一些運動 但我現在就覺得這些不是一個藉口 就是我不可以說因為怕受傷 就是所有運動都不做 那我現在唯一我會做的運動就主要是瑜伽 包括沒有kind of 我覺得一般一般 還有第三是游泳 就是這三樣東西我是OK的 但球內運動、打球那些我比較少 但最近我都會想試一下 和朋友去行山 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給自己一些藉口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不容易受傷的運動 然後下一個就是我會看的香港youtuber 其實我會看的香港youtuber是非常非常少的 香港youtuber的風格或者類型 和我喜歡的喜好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就變成我是極少看香港的youtuber 我唯一有看的香港youtuber是 看得maddy 就是那個搬到法國的女生 和lis 但我都不是說每一條片都會追 所以基本上香港youtuber我唯一會看的 只有他們兩個 但是在外國我就有一些很喜歡很喜歡的youtuber 主要是兩個 第一就是Tulsa Faolin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看我日常vlog 都會看到我電腦後面其實是貼了Tulsa Faolin的貼紙 我也有買他們的商品 Tulsa Faolin幾乎是每一條片都有追的 而且也是追了很多年 然後第二個頻道就叫Ruby Granger Ruby Granger就是一個英國的女生 和我差不多大 可能大了一兩年 她也是拍一些學習的studyvlog 我也是很喜歡她的 我覺得她是開氣質 而且她是英國的countryside 我本身也是很喜歡英國的鄉村生活 很喜歡看她的片 她的片我是由很多很多年前 差不多由我小學 或者是初中的時候已經追的了 就是她剛剛開始拍的時候 已經看到她現在 其實這個也是激發了我會拍學習類型片的原因 其實無程度上都是受到Ruby Granger的啟發 還有我覺得香港是比較少這類型的片 不是說沒有的 但大部分可能都是不會說話 可能是比較像韓國或者日本那種的拍攝方式 很多studyvlog都是為了考試 為了她們將來的前途 而她們很勤力地溫習的 當然這也是好的 因為你是為了你的將來打算 但我覺得我自己的一個學習 是偏向於為了可以托闊自己的視野 和為了自己的興趣而進行的 雖然某程度上我覺得我自己拍的學習的片 和其他人拍的學習片是有少許不同的 那為什麼我會想做youtuber呢? 那其實就是跟我一個理想有關 那我做youtuber呢 其實很老實說 我是希望可以透過youtube賺錢的 就是我也是想做一個youtuber 存不存職呢? 這些就是後話 但是因為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本身也是一個不喜歡去幫人打工的人 就是我不喜歡在一個office那裡上班 然後每個月鬥著一樣的量 我本身也是喜歡要不就是自顧自由業者 要不就是創業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去學不同的東西 或者去學體驗不同的東西 有一些工作其實它的收入是穩定 而且是不錯的 但問題是它會佔用你人生很大部分的一段時間 而且那個時間是很固定的 雖然他們的收入是不錯的 可以應付得到他們去學不同的東西 但問題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實在太累了 所以基本上就算你有這個錢去學 你也不會有這個時間 或者有這個心力去練這件事 而對於我來說 為什麼我覺得YouTuber是我的其中一個夢想的工作 就是因為 首先YouTuber你是100%自己掌握自己的身世 如果你是拍片拍得不好的 沒有人看 導致你沒有收入 這些全部都是自己的責任 其次就是 因為如果我做YouTuber的話 我才可以有一些很彈性的時間 讓我去學習 就是我真的可以譬如我把我學習的東西 記錄成一條影片 然後拍給大家看 就是我可以同時兼顧得到我去學習 還有我去工作的這件事 YouTube的這個彈性是很吸引到我 想去嘗試一下這行工作 但是當然啦 我這個頻道其實也是剛剛才起步 現在還未有很多人看的時候 做不做到呢 又是另一回事 因為始終這個也是要花點時間去做的 那也不會無限期的給自己試 我都給了一個限期給自己 如果我在限期之內 我都沒有辦法靠YouTube養活到自己的話 那我也要認命的 我沒有可能真的為了我所謂的夢想 而去任由自己 或者任由家裡 睡覺吃風的嘛 所以我會用一段時間給自己嘗試一下 看看究竟做YouTuber這條路可不可行 如果真的可行的話 那我就繼續做 如果不可行的話 那我也會去找一份穩定一點的工作 大家看到我好像學很多東西 其實我不是從小到大 但是也是一個禁忌人來的 我是由中學畢業之後 才賺錢去學不同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發現是長大了之後 我才領悟到這個學習的樂趣 大家分享一下我學不同語言的原因 我自己喜歡日本文化 所以我就去學日文 俄文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我讀中學的時候 就有一個俄羅斯利的Exchange Students 他就來到我們學校 而且也跟我成為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們到現在都會繼續聯絡的 雖然很多年沒見 我是因為他這個契機 所以才去學俄文的 但是學俄文我都發覺 其實這東西是挺吸引到我 而且這個語言也挺有趣 而學法文就是因為我很喜歡法國的東西 就是我很喜歡法國的音樂家 法國的文行 法國的畫家 法國的時裝等等 真正撻開了我想學法文的這個按鈕 就是令到我腐朱實行 其實就真的看了Medi的頻道 所以我就在學這三個語言 對我短期來說 其實我會想學 調香和茶藝 我的人生希望是想 體驗多些不同的東西 就是無論是學多些不同的東西 去多些不同的地方旅行 因為我不想自己的人生就 用勇碌碌或者不明不白地去過緣我的一生 所以我也想自己的人生盡量豐富一點 多一點不同的體驗 所以其實我會不停去學習 不停去閱讀 我想這就是我的人生目標 我又不是完全不喜歡的 但朋友是很喜歡吃甜品 就是他們會特意去找一些甜品店 或者去買一些蛋糕回來吃 但是我自己對甜品是一般的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吃正餐的人 例如你吃一個水果蛋糕的話 我寧願吃一盒士多啤梨 我最喜歡就是打火鍋 如果你說菜肉的話 我今天就喜歡吃菜 我是什麼菜都吃的 芫荽啊 所有我全部都會喜歡吃 芫荽甚至我可以整棵連根吃 沒錯 是連根吃 不過我對一個水果過敏 我對芒果過敏 我吃完芒果之後 我會在這裡生一些紅色的一塊塊 就是臉上會變成紅色 我小時候會比較嚴重 因為大時候會比較好 但有時候我也不來 有時候簡中想吃的話 我也會照樣吃 幸好的就是我不是一個超級極度喜歡吃芒果的人 我生果裡面我最喜歡吃的是西瓜和士多啤梨 我是一個超級不喜歡吃的人 就是我唯一 我是生蠔吃不到之外 我其他所有東西都吃的 就是我是沒有東西不吃的 吃什麼都無所謂 我吃什麼都覺得好吃的人 那生蠔呢 其實我也不是說我討厭 就是我純粹是 就是我生理上吃到那種口感和那種味 我就會覺得有點腥 就算我已經買過一些比較漂亮的 我吃到新鮮的蠔 但是那種口感也是不行 所以我已經給了兩次機會 吃完兩次之後 我也是忍不住 馬上吐出來 下一個了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或者有追蹤我的IG的話 知道我是在讀音樂系的 但其實在我讀音樂系之前 我本身是想讀 時裝設計的 又或者是讀中大的fineart 但我是去到最後一刻 才轉了去走音樂這條路 但原因就有點長 這個可能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是打算讀時裝設計 所以其實我會定期 都會看Youtube的一些時裝 例如看看Hakatura 高級訂製時裝 或者去看看不同的牌子 他們當季出的流行衣服是什麼 我喜歡看那些衣服 也喜歡看Model行show 但是我自己對賣名牌 是幾乎零興趣的 尤其是名牌袋 因為我覺得太多人喜歡的東西 或者太多人都買 太多人都一窩蜂擁有的東西 我就不太喜歡的 所以我自己是對買名牌 是零欲望的 講個題外話 剛才講到名牌袋那裡 譬如你要我給四萬元去買一個袋 我會寧願用四萬元去買四百本書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小眾的商品 比起一些名牌 因為我覺得名牌上太多人擁有了 它就沒有一個獨特性在 但對於我來說 小眾品牌 質量做得好的小眾品牌 我會更加興趣 也挺喜歡自己一個人逛街 我喜歡有空沒東西做的時候 或者我想逛的時候 我喜歡自己一個人去吃東西 去一些書店等等 自己一個逛街 因為我覺得自己逛街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不停在想事情 也可以逛任何我想逛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 如果有東西要買 或者有東西要逛 我喜歡自己一個逛街 而且我逛街是一個買超法的東西 就是我無論買衣服也好 買任何東西 我不喜歡在那間店裡慢慢去試去選 我通常買衣服也是 我走過去 我看到那件漂亮 我拿完 我檢查完 我試也不試就直接走 但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是什麼尺寸 而且我也大概想到自己穿上身是什麼樣 所以我買任何東西 我也不喜歡慢慢去選 下一個就是我平時走路的時候 就不是太看人的 尤其是一些熟人 他們看到我 譬如我是這樣 表情這樣走過 好像看著他們 但其實我不是在看著他們 甚至是經常都看不到 我的認識的人在我身邊經過 所以他們逛街 當然一定要動作很大 可能要走過來 這樣逛街 或者走過來拍我 我才會看到他們 不然我經常都會這樣 我經常都是在街上 可能周圍這樣 看著一個地方 然後就走路 下一個就是我從小到大 都是對買衣服 還有買化妝品 興趣不是很大的 就是我之前的影片 好像我跟大家說過 就是我一季主要都是 只會買一次衣服 就是我會換新的 但是大家也看到我的衣服 以女孩子來說 應該算少了 就是我只有上面這個櫃的衣服 跟著再連著下面的櫃桶的一些睡衣 那就是春夏秋冬在這裡 當然我看到漂亮的衣服 我都會買 但是我不喜歡有很多的衣服 還有化妝品也是 我比較喜歡兩個地方 尖沙咀和銅鑼灣 尖沙咀有我所有喜歡的元素 包括有維港 也有美術館 然後可能K11 Art Museum的商場也挺漂亮 就算我不買 但我都喜歡進去走 還有一間很大型的通理琴行 也有無藝良品 也有成品 所以基本上我最喜歡走的地方是尖沙咀 但那部分時間只要去尖沙咀 美術館有開 我都一定會去美術館參觀 我也有過了一年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思考和思考的人 所以其實我也是挺喜歡讀哲學的 我曾經有想過好不好去讀哲學 或者一個小小的哲學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喜歡看書的人 但我看書 其實我從小學開始很喜歡看現情的小說 就是一些愛情故事 或者說成長女 也不一定是熱情 就是一些少女的小說 然後到大小小的時候 可能是小五六到中一 我就會看一些心靈計堂 公據書就是中一 開始 中一到中二 開始就喜歡閱讀經典名主 真正是一些文學 然後就是喜歡讀哲學 以及喜歡讀歷史 這個習慣就延續到現在 我也是喜歡看這幾樣東西 文學歷史和哲學 文學歷史和哲學 這三樣東西 都是我以前覺得很悶的一些東西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不懂 雖然會覺得非常悶 而且那個教育制度 會令我們對看這三類型的書 非常抗拒 譬如以前學中文的環境 就是不停要訓練你 譬如它的窗簾藍色是代表什麼意思 你就要不停在那裡 很容易過分解讀一些東西 就是以一個輕鬆的心態 或者是看課外書去看 其實是很值得讀的 我覺得是一些經典的東西 但這個可能也是 遲些再詳細跟大家分享 我喜歡看的書 或者跟大家推介一些我喜歡看的書 就是這樣 下一個就是我喜歡閱讀的原因 為什麼這麼多媒體 譬如看電影 聽Podcast 看片 為什麼這麼多媒體 我最喜歡用閱讀文字這種方式 就是因為閱讀文字 你的畫面不是定型給你 你就變成有很多幻想的空間 譬如描述一段文字的時候 每個人的腦海中想像得到的情景都是不一樣 而他永遠想像得到 也是自己理想中最滿意的那個情景 譬如我看書 我進入了那種狀態 就是我真的可以很4D去呈現到畫面出來 而我覺得看書就是以你喜歡的步調 去呈現了一部電影出來 下一個就是如果我有錢的話 其實我有一個想學的樂器 我之前也有上過一、兩堂 但因為阿福不起那件樂器 所以我暫時是擱置了 其實我是想學樹琴的 雖然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我有學過一段時間的小提琴 但老實說小提琴跟樹琴 其實我比較想學樹琴 因為樹琴實在太優雅 都是我喜歡的聲音各方面 我覺得它比較獨特一點 因為你學了一件東西 但你又不練 其實我覺得是你浪費錢的 但問題是你去租樹琴也好 還是你去買樹琴也好 其實都是很貴的 你租一次樹琴練一個小時 可能也要幾百元 就是你不能每天去練 所以如果我有錢的話 我會去學 但如果我真的學不到 就算我這輩子都沒有這個機會去學 我也不會覺得遺憾 因為我現在已經吃鋼琴 我覺得已經很夠了 我要精通鋼琴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很難很難很難的一件事 所以樹琴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優雅 如果真的學不到也不要緊 下一個就是 其實我是一個喜歡看動漫 還有喜歡看漫畫的人 其實我以前是動畫黨 但我發現有很多的動畫 其實他們的漫畫 可能劇情會快一點 還有有些是漫畫畫得更加好的 所以我現在都會慢慢開始看漫畫 但通常我會先喜歡那部動畫 我才會去看漫畫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喜歡的動漫漫畫類型 首先第一是蜂文社 蜂文社兩套我都喜歡的 就是GA藝術科美術設計班 第二個就是搖日露營 即是他的畫風實在太好了 還有GA藝術科美術設計班 也是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即是我從小學開始已經很喜歡 那一套是從小學開始看的 那一套一直陪伴著我中學讀VA的時間 下一個就是四月事曆的方年 講講琴的我自己學琴 也一定會對音樂類型題材的比較感興趣 四月事曆的方年 現在已經是四月了 基本上每年四月都會看一次 所以我今年都會準備看一次 然後延程的話 我覺得永遠不可以超越的就是 會長是女僕大人 這套實在太好看了 我也是追上整個漫畫 還有新的藍色時期 藍色時期是漫畫做得比較好的 即是畫功比較好 動畫就一般的 Spy Family我也很喜歡的 現在我目前想到我最喜歡的幾套 下一個就是我喜歡的Switch遊戲 那大家知道我有一部Switch 那Switch其實我當時買的 是為了動心而買的 所以那一部是動心限定版 我在玩動心之前 我有小孩都沒有試過擁有 一部遊戲機 有的NDS 以前很小的時候 那我那些什麼View 那些Export PS4、PS5 全部都沒有的 那Switch我是真的 看到動心 所以我買最喜歡的Switch遊戲 一定有動心 第二個就是Mario 3D Mario 3D也是非常好玩的 其實我覺得它健身玩具遊戲 也做得不錯 主要我想到的是這三個 我覺得最好玩 假如我可以在任何一個時代 出生任何一個國家的話 如果撇除當時的任何戰爭 或者醫療水平 就當它醫療水平沒有問題 當它的環境沒有問題 我最想在1800年到1900年的法國出生 因為那時候是有很多一些 無論是文學界 還是藝術界 都會有很多的 勁人出來 我會希望在那個時代的法國出生 下一個就是 其實我很喜歡一些 髮色花園的設計 所以大家看到我家的裝飾 是比較偏 新中式或者比較入色的風格 就是很簡約的 沒有什麼很公廷的元素 因為我考慮不到 就是家裡的尺寸問題 就是如果你要髮色那些 一定要整個東西都是髮色 而且必須要別墅的才漂亮 就是如果你在一個幾百尺 這麼小的空間 做髮色的話 反而會覺得很奇怪 而我是一個超級喜歡髮色花園的設計 就是我很喜歡那些 就是別人有個很大的花園 然後有一個很漂亮的屋 但又不是說去到那些法爾賽宮 那些宮殿那些那麼誇張 就是可能在鄉村那裡 別人自己有一個 也不是豪華到宮殿那種 我超級超級喜歡這種設計 無論是電影啦 漫畫啦 還是任何東西 其實我是很喜歡一些 歐式宮廷 或者講貴族的一些題材 因為我覺得那個年代 無論是服裝啊 還是 而且所有東西都很符合我的審美 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那些很公主公主type的東西 所以我是很喜歡去看那類型的題材 尤其是一些 可能一些韓文 近來韓國漫畫 不是很輕有那些 歐式宮廷那些類型的 我都很喜歡 那些畫得很漂亮的 我覺得 下一個就是我喜歡的女明星 其實我最喜歡的女明星就是她 她是Andre Hubbard 她是一個英國的女演員 即是一個舊時代的人 因為我覺得她是很漂亮的 她是很優雅 即是各方面都是很符合我審美 我也有看過她的電影 下一個就是我喜歡的電影 那我喜歡的電影 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很喜歡一些歐洲題材的電影 其實我看過的電影不多 那首先就是 所有迪士尼舊的動畫電影 整間吉卜力公司的所有電影 我都有看過 那我也是喜歡的 那說回來如果你說日常的電影 那一定是Andre Hubbard演的那些 我以前也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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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也有喜歡過一些韓星 那我喜歡過的韓星 就有兩團 那我小學的時候 喜歡小女士當 那時候是跟風喜歡的 因為都是一群同學 都是喜歡小女士當 因為當時小女士當 因為當時小女士當 東方神起 是超紅的 但是我以前有手帶追星 我也是純粹看他們的節目 但是我很少會買他們的專輯 或者去看他們的演唱會 小時候沒有這些 然後大一點的時候 都會喜歡那段時間的XO 下一個就是我最喜歡的畫家和音樂家 最喜歡的畫家就是莫萊 Clarmonet 最喜歡的音樂家就是Dews 就是這兩個 下一個就是我想去旅行的地方 其實我很想去一次 比較長征一點的歐遊 我還沒去過歐洲 但是我接下來會去 如果你說亞洲 我最喜歡去 我覺得最漂亮的地方是日本 因為日本的春夏周冬 其實很多變化 換了季節 就好像整個國家裝修了一次 雖然很漂亮 其實我一個小小的夢想 就是其實我想開畫展 和也想試試出書 或者是擁有一間書店 如果有能力 或者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緣分 那我就會做 如果你說我人生目標 想擁有的一個特質 如果給一個詞語去形容 我覺得是優雅 就是優雅這個詞語 其實包含了很多東西 對於我來說 都很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 真的 由內到我 都是一個行為舉止 談吐各方面都是優雅的人 我是一個可以很接受到對方 跟我意見完全不一樣 甚至極端相反的人 就是跟我的理解 認知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我 都可以比較冷靜 真的不太會有什麼過激的反應 下一個就是 我是不喜歡八卦 亦都不喜歡干涉別人的東西 就是我不喜歡去討論一些不關自己的事 所以譬如一些娛樂新聞 或者別人的八卦 甚至可能是我自己生活圈子之中 一些不關我事的東西 其實我是不喜歡聽 就是當別人說一些八卦是非的時候 我會離開那個場合 或者我會直接蓋上耳朵 下一個就是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整理家 還有我也是有一個很強的強迫症 我收拾東西不僅僅是把東西整齊 而是我很喜歡家裏 是保持一個空間這樣 就是真的不會把所有 每一寸的空間都塞到門 就是我很喜歡做短寫理這件事 還有我也是強迫症 就是譬如排一些東西 可能色調要統一 顏色要統一 方格要統一 或者放的順序要一致 所以我定期都會收拾東西 就算大家看到我現在的家 好像都還算可以的時候 但其實我定期都會再收拾 就是再排再收拾 再整理再審視每一件物品 我需不需要 所以其實我是很追求一個整潔 和講求秩序的一個環境 就是很喜歡一個地方是乾乾淨淨 整整齊齊的 所以有時候去到一些很亂的環境 我會... 當然我行為上不會做什麼 但我內心上 我會很想把它弄得很乾淨 排到整齊 但我以前完全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以前家裡很多東西都是很亂的 也是大過了的一個轉變 以前我很喜歡儲一些古董玩具 例如Alice的東西 一些迪士尼的東西 小時候我都喜歡儲存各式各樣的文具 總之擠到家裡很滿 我到後來就慢慢有這個改變 也花了很多年的時間才慢慢把家裡改成這樣 下一個就是對未來的期望 以及一些展望 我剛才也說過 我會繼續出片 也是一樣 我會保持著去拍不同的片給大家看 無論大家喜不喜歡也好 我也很願意去接納大家不同的意見 不過有件事我也可以答應大家 就算我拍了幾多年的片之後 我這條片也是拍給自己看的 我也是會保持自己的初衷 到時可能不會那麼容易為了一些利益的東西 或者是為了一些錢的東西 而去輕易去作出一些改變或者妥協的 對 總之這條片拍下來了 我就以此為證 這條是一條相當長的片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片 對於我也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理解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